地球的角度也是不太好 做下面的红球啊 所以还是选择先做一杆斯诺克 莫菲也是 一定是会选择看看什么样的线路 来就这个红球堆啊 轻轻的碰就可以了 选择一库两库三库四库啊 哎呀差了一点点 应该也不会留下机会 你会选择拿回去重新打 就到了最下边的红球啊 但是也没有留下太好的机会 选择藏在黄球后背 力量轻了一点啊 才知道我觉得今天双方一上来 感觉气氛就不太一样 对 毕竟是决赛了 决赛显得稍微谨慎一点 从第一局开始就很谨慎 因为毕竟这个赢了两场球以后 来到决赛 谁也不想这个太过的这个 这个轻易的输掉比赛 是的 还是把它当成排名赛来大了 毕竟那个奖金也是差了一半啊 莫菲也是在看最左边的红球 有没有单独下球的机会 因为这个球如果打不进的话 就会给对手留下机会了 莫菲应该也是选择防守 由于黑球挡住了左边这个所有球 近带的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莫菲把白球防在这个位置也是比较 比较放心 我贴球 这样丁几辉 应该就是往绿球后面跑了 力量刚刚好 这个球莫菲截起来就相当大的难度了 因为前面的红球已经全部都散散开了 莫菲也是在找解哪颗红球 不会给对手留下机会 然后再看用什么样的线路来解这颗红球 确实难度不小 看看莫菲会不会 也是在量一库两库三库 来就最下边靠近库边的红球 但是这个线路也要计算的相当的精确啊 因为这个篮球和绿球 有机会挡住好球 应该还是 差了一点点 但应该是给对手留下的机会 应该说这个线路已经是相当的精确了 这个局面应该说对近镜会就比较有利了 红球也比较散 红球也要计算 应该会去选择做粉球了 看看三个红球最上面的一颗右边应该是可以通过 看看这个粉球摆回来会不会影响到 应该是没问题 角度稍稍的大了一点 丁几辉也是选择轻轻的蹭一下粉球 因为直接停已经停不住了这个角度 这个干法的掌握也是非常的熟练啊 现在丁几辉已经领先了51分 应该说打击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嗯 这盘就没问题了这样 45分 才知道我觉得今天的比赛一定会好看 对 双方都是拿出了排名赛这个决赛的尽头 对 因为这个一个是这个 再一个是双方那个实力也是确实是这个 在伯仲之间啊 两个人的实力水平也都很高 而且这个两个人几乎都是这个以常态的准度为著称啊 都是相当的准 看看今天谁更准 而且两个人今天状态都不错 对 打到绿球 向丁敬辉拿下第一局 丁敬辉我觉得确实无论是从球风 还是从比赛的气质 他的表现 都成熟了很多 确实是经过这几年职业赛的锻炼 也是自己也是经历了一个 这个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吧 确实是让自己成熟了很多 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职业球员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吧 第二局丁敬辉开球 任何键 都不破了 第二局丁敬辉的声音 都不破了 我虽然有点他的脸